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突发新闻节目 今天我们要探讨的是J.D.万斯成为特朗普副总统候选人可能带来的重大影响 这位曾经将特朗普比作海洛因的畅销书作者 如今却站在他的竞选台上 这是向左的一步还是向右的一步呢? 万斯坚持平等,而特朗普追求公平 他们之间的信息分歧是否会改变这场选战的格局 此外,万斯的移民背景和教育经历 能否帮助特朗普吸引更多选民的支持?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J.D.万斯,向左一步,向右一步 The Sydney Morning Herald 在美国的政治舞台上 如果唐纳德·特朗普在即将到来的11月大选中再度胜选 J.D.万斯将成为他的副总统人选 这一选择不仅仅是特朗普竞选活动的一步棋 更是对这位畅销书作者的一次重大考验 万斯曾经将特朗普比作海洛因 一种掩盖美国被遗忘的左翼人士所感受到的痛苦的振痛剂 自那以来,他告诉媒体 他与特朗普的分歧在于风格而非实质 但这样的比喻无疑指向了他们在根本信息上的分歧 万斯的回忆录 乡下人的悲歌专注于重新引入可能性和个人选择的重要性 而特朗普则只是提供了一种振痛剂 在特朗普的叙述中 他们可能在痛苦中,但他们没有责任 他们被一个恶意的精英阶层 沼泽获深层国家,压垮了 直到这些精英被击败,他们才有可能崛起 本质上,万斯在争取平等 而特朗普则想要公平 平等是指每个人都被提供相同的机会 公平则试图通过提升一些人 并削弱其他人来实现相同的结果 适当的,大西洋月刊在标题下发表了万斯的文章 他将他的公平愿景描述为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在使用左和右这些术语是否仍然有用的范畴内 他们越来越具有误导性 理解特朗普万斯组合将从这个左右或更好的公平平等 视角产生的影响是有帮助的 正如副总统候选人万斯所暗示的那样 特朗普的政治是怨恨的政治 保守派不再鼓励参与 而是越来越多的煽动那种 已经消耗了我许多同龄人雄心的脱离感 万斯在《乡下人的悲歌》中写道 但他认为 成功与不成功之间的区别在于他们对自己生活的期望 这就是为什么他担心右派的信息越来越多的是 你失败不是你的错 是政府的错 这是一个前美国总统所认同的观点 这也是为什么特朗普的方法疏远了许多传统右派人士 比如万斯 保守派 其中一些人聚集在永不特朗普的旗帜下 对怨恨政治 身份政治 和极度政治持怀疑态度 而这些正是特朗普策略的核心 万斯被指责改变了他的立场 但当他在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登台时 他明确表示 作为副总统候选人 他的信息仍然是他在年轻时的回忆录中 如此深思熟虑地阐述的信息 事实上 是特朗普的竞选活动在改变 以更接近他 根据纽约时报的一项流行调查显示 特朗普的支持者现在在谈论可能性和希望 万斯并没有向左一动以适应特朗普 而是特朗普向右一动 转向了报复的政治 这是特朗普实质上的转变 当然 在引入万斯之前 特朗普已经在胜利的道路上 然而 这一转变使得这张票更具吸引力 得益于他的妻子乌莎 他的父母是从印度移民到美国的学者 他的父亲是航空航天工程的讲师 他的母亲是海洋分子生物学家和化学家 万斯能够为深思熟虑的移民政策提供有利的论据 他对妻子和他家庭的明显爱和尊重 将使民主党更难声称他应反对拜登政府管理下的 实际开放的南部边境而是种族主义者 虽然万斯在贫困和混乱中长大 但他在耶鲁大学学习法律 这意味着他不仅谈论报复的重要性 而且展示了他可以成功 他能够在智力层面上 与那些被特朗普的反制主义所疏远的人交流 同时仍然是一个人民的人 在他的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演讲中 他谈到了美国理念这一抽象概念 一个有法治和宗教自由治理的社会 但强调美国远不只是一个理念 他宣称 美国是一群有着共同历史和共同未来的人 简而言之 一个国家 这呼应了右翼在2016年脱欧和特朗普成功后的重大顿悟 受过高等教育和流动的全球公民在追求全球商业机会时 对那些不那么特权的人的生活漠不关心 这些人将国家自豪感和团结感视为无足轻重的东西 万斯还带来了一些无形的东西 这将有助于特朗普的总统任其 对模糊性的理解 在乡下人的悲歌中 万斯描述了好政策的矛盾 这些矛盾打破了意识形态的纯粹性 他描述了他的祖母妈妈 是激进的保守派或欧洲风格的社会民主党人 这取决于他的心情 然而我意识到在妈妈的矛盾中 蕴含着巨大的智慧 他写道 我会诅咒我们的政府帮助不够 然后我会想知道 在他试图帮助的过程中 他是否实际上使问题变得更糟 这句话中有一种保守的谦逊 这是对特朗普的夸张言辞的一种急需的平衡 有了万斯 人们希望美国保守运动能够重建 为福音派革命者提供一个重要的制衡力量 特朗普生于富裕 但他有与被遗忘者联系的天赋 万斯在其中一员的身份中成长 并且自那以来克服了他的劣势 展示了美国理念应该是什么 这使他成为未来可能性的象征 作为特朗普的副总统候选人 万斯的存在本身就是信息 帕内尔帕尔梅·麦吉尼斯·帕纳·帕尔·帕尔·麦金斯 是竞选公司Agenda C的常务董事 他曾为自由党和德国绿党工作 意见通讯是一份每周的观点总结 旨在挑战 支持很启发读者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第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J.D.万斯 J.D. Vance 全名詹姆斯 大卫 万斯 James David Vance 因其自传乡下人的悲歌 Phil Billy Allergy 而广为人知 他的作品描绘了美国农村贫困社区的困境 和个人奋斗的故事 广受赞誉 并成为纽约时报畅销书 在背景方面 万斯出生于俄亥俄州的米德尔敦 在那里 他经历了一个充满挑战的童年 他的家族背景复杂 家庭问题频发 但他最终通过努力 考入了耶鲁大学法学院 展现了个人奋斗和毅力的重要性 万斯的经历 和他在书中的描述 使他成为讨论美国社会问题 和阶层流动的重要声音 近年来 万斯逐渐进入了政治圈 并在2022年 成功当选俄亥俄州的联邦参议员 与特朗普的关系方面 万斯曾公开批评过特朗普 甚至将其比作海洛因 认为其政策只是掩盖了社会深层次的问题 然而 随着时间的推移 万斯的态度发生了转变 逐渐与特朗普的政治立场靠拢 他表示 他与特朗普的分歧 更多是在风格上 而非实质性政策上 万斯描写了美国农村社区的痛苦和困境 这一点与特朗普的沼泽论调有所不同 特朗普倾向于将问题 归咎于一个恶意的精英阶层 而万斯则强调 个人选择和可能性的重要性 这两种叙述方式 反映了他们在社会问题上的不同视角 万斯主张平等 即每个人都应有相同的机会 而特朗普则更注重公平 通过调整政策 来实现相同的结果 在政治策略方面 大西洋月刊 曾发表万斯的文章 其中他描述了公平与平等的区别 并引用马克思的观点 各尽所能 按需分配 万斯的立场 显然更接近于 鼓励个人奋斗和自我提升 而非单纯依赖政府的干预 虽然万斯被指责改变了他的立场 但他在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演讲中 明确表示 他的信息 与他在乡下人的杯歌中所表达的观点一致 万斯展示了他对移民政策的独特见解 这一部分得益于他和妻子乌莎的家庭背景 乌莎的父母是从印度移民到美国的学者 这使得万斯能够在移民政策的讨论中提供有力的论据 同时避免被贴上种族主义的标签 万斯强调美国理念的重要性 认为美国不仅仅是一个有法治和宗教自由治理的社会 更是一个有着共同历史和未来的国家 这种观点与特朗普的民族主义立场相吻合 但万斯能够更加深思熟虑地表达出来 在《乡下人的杯歌》中 万斯描述了好政策的矛盾 这些矛盾往往打破了一时形态的纯粹性 他认识到在政策制定中的复杂性和模糊性 这种理解有助于他在政治上提供更为平衡和理性的观点 总的来说 万斯的存在和他的政治观点 为特朗普的竞选活动增添了新的维度 他不仅承载了个人奋斗和成功的典范 同时也为美国保守运动带来了一种新的可能性 成为未来政策讨论中的重要声音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大家好,我是楚天书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 万斯为特朗普竞选活动带来的积极影响 万斯在他的回忆录《乡下人的悲歌》中 强调了个人选择和重新引入可能性的力量 他的故事展示了一个从贫困中崛起的美国梦 具有极大的激励作用 我们需要这样的角色来提醒我们 每个人都有改变自己命运的能力 而且 他的多元文化背景与智力资源 将使特朗普的政策更具包容性和深思熟虑 哎呀,天书 你这样说简直太乐观了 万斯曾经把特朗普比作海洛因 这可不是什么好话啊 他的所谓可能性与个人选择 不过是为了掩饰特朗普那套怨恨政治的唐一 特朗普向来依靠煽动情绪来赢得选票 这和万斯那套美国梦完全是南辕北辙 你真的以为万斯的加入能让特朗普的竞选活动变得更高尚 更深思熟虑吗 这不是在做梦吗 奇奇,你真的是太过于悲观了 现实是什么 万斯的背景让他有能力与那些因反制主义而疏远的人进行智力交流 他在耶鲁大学学习法律 并且通过自身的努力实现了个人梦想 这一点足以证明他的价值观和能力 他的存在本身就像那些被特朗普的反制言论所疏远的人 提供了一个新的希望 他能够为特朗普带来一种急需的智力平衡 并且重新定义共和党的理念 天书,你真的认为万斯是什么就是主吗 事实是,他改变立场只是为了迎合特朗普的政治利益 他一会儿把特朗普比作毒品 一会儿又说他们之间只是风格上的分歧 这简直就是政治上的墙头草 而且,不要忘了 特朗普的支持者一直以来都是靠怨恨和身份政治来动员的 万斯的加入只是给这些破坏性的情绪增加了一层智力的遮羞布 实际上根本无法改变特朗普的本质 琪琪,你这样说太过于偏激了 每个政治家都有自己的成长和转变 万斯也不例外 他的回忆录中的矛盾恰恰反映了他对政策的深思熟虑和对模糊性的理解 他既能够理解保守的谦逊 又能够提供平衡特朗普夸张言辞的急需智慧 这样的搭档使得特朗普的竞选活动更加全面 更具有吸引力 而且,万斯的存在还能够彰显美国保守运动的未来可能性 成为选民心中真正的希望象征 天说,你这样说完全忽视了特朗普政治的本质 他的竞选策略从来都不是靠深思熟虑和智力平衡 而是煽动情绪,分裂民众 万斯的加入不过是为了增加选票 并不能改变这一点 你说他提供平衡 但事实上,他的存在只是掩盖了特朗普的极端政策 再说了,万斯对移民政策的立场也相当保守 即使有妻子的多元文化背景 也无法改变他对南部边境的严厉态度 这难道不是一种伪善吗?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博士的分析、评论 哈喽各位,欢迎来到六度世界的六博士讲堂 今天我们聊聊一个相当有意思的话题 如果特朗普在下一次美国大选中获胜 他的副总统人选很可能是距地 万斯 是的,你没听错 就是那位写了乡下人的杯歌的万斯 这组合听起来有点奇怪吧 让我们掰开了揉碎了,给大家讲讲 首先,我们得明白 万斯和特朗普虽然都是共和党人 但他们其实不是一个鹿子的 万斯曾毫不客气地把特朗普比作海洛因 说他只是给那些被遗忘的左翼人士提供一种痛苦的麻醉剂 现在,他改口了 说他们的分歧主要在风格上,而非实质 哎呀,真是一个打太极的高手啊 但是,万斯的书还是暴露了他们本质上的不同 万斯强调可能性和个人选择 特朗普则喜欢给大家找个替罪羊 比如深层国家或者沼泽 接着,我们再来看看这个有趣的比喻 万斯在争取平等,而特朗普在喊着要公平 平等是每个人都有同样的机会 公平则要通过拉低一些人来提升另一些人 这让人想起了卡尔·马克斯的各尽所能 按需分配 怪不得大西洋月刊会用这个标题来发表万斯的文章 万斯的平等理念更偏向左翼 而特朗普的公平理念则偏向右派 这使得他们的组合显得有点南辕北辙 然后,让我们谈谈副总统候选人万斯如何 让特朗普的竞选策略变得更有意思 万斯在他的书《乡下人的杯歌》中表达了对右派信息的担忧 他认为右派越来越多地在煽动一种脱离感 这其实是在告诉大家 你失败了,不是你的错,是政府的错 这很符合特朗普的怨恨政治 但也跟传统的右派精神格格不入 于是,万斯的加入就像是给特朗普的竞选活动注入了一些新鲜血液 甚至让特朗普的支持者开始谈论其可能性和希望 万斯的背景也挺有意思 他的妻子乌莎是从印度移民到美国的学者家庭 这让他在移民政策上有了更有利的论据 再加上他自己的奋斗故事 从贫困中走出来考上耶鲁大学 这简直是美国梦的完美范例 所以,他不仅能和那些被特朗普的反制主主义疏远的人进行智力交流 同时也能与普通民众打成一片 在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 万斯讲到了一些美国理念的抽象概念 但也强调了美国不仅仅是一个理念 更是一个有着共同历史和未来的国家 这点有助于重新凝聚那些 因为全球化而被边缘化的人们的心 最后,我们不能忽视万斯带来的那份对模糊性的理解 在《乡下人的悲歌》中 他描述了好政策的矛盾性 甚至他的祖母也是激进的保守派 或欧洲风格的社会民主党人 取决于他的心情 这种对政策矛盾的理解和他的保守谦逊 正好平衡了特朗普的夸张言辞 总结一下 万斯不仅给特朗普的竞选活动 带来了新鲜的观点和策略 还使得整个组合更具吸引力 它象征着未来的可能性 是美国保守势力中一个重要的制衡力量 无论最终结果如何 万斯作为副总统候选人的存在 本身就是一种重要的信息 好的 这就是本期的六博士分析 感谢收看 咱们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du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